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带来讲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3年6月7号 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就业 聊一聊失业 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 这个文章也上了热搜 叫失业的中年人 扎堆星巴克 关于这个话题 我记得我在以前节目里面也介绍过 今天我们再仔细聊一聊 现在聊这个正好也比较应景 但是显得那么暗淡 不够饥饥和阳光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正好是高考 第一天6月7号 本来是一个积极相善的 希望每个学子都要考的好成绩 超长发挥 一个好的前途 但是这个时候聊失业挺晦气的 但是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没有办法 我们不能老是躲在下压塔里面 躲在一个自我 营造着这么一个岁月静好的 一个虚晃的空间里面 世人慌慌张张 只图碎银几两 偏偏这碎银几两 压弯世人几两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这个大家都听过 这个上了热搜的帖子 他的原来的题目叫 星巴克几乎被失业男女占满 他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很多人失业了 然后不想让家里人知道 什么原因呢 这个什么原因都有 有的人觉得 所有的苦要自己扛 不想告诉家里人 告诉家里人 又解决不了问题 然后家里人又担心 那还不如不说 徒增烦恼 还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他就自己假装成没有失业 还有的是什么呢 觉得面子过不去 被裁了 失业了 丢人 怕家里人瞧不起 抬不起头 还有的呢 纯粹是家里他待不下去 他想找个环境 告诉自己 我还在上班 你要在家里 就没办法有这种环境 在家里就要穿个大裤衩 然后怎么舒服怎么来 上班那种气氛就没了 你跑到星巴克去 感觉好像是跟人谈事呢 很多人谈事不就约在星巴克吗 所以说这些失业的人呢 因为种种原因 他们早上按时出门 就跟平常上班一样 梳妆打扮 该穿西服穿西服 该穿皮鞋穿皮鞋 按点出门 然后拎个包啊 自己带个水杯 跑到星巴克站坐 站一个比较好一点的 安静一点的 不容易被打扰的地方 然后就开始把自己的电脑办出来 星巴克有免费的WiFi 还有电源 还能充电 然后你呢 如果觉得过意不去 你毕竟站着人家地盘呢 那你就点一份吃的 或者是一杯咖啡 那你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坐在那儿 有的人呢 手头比较拮据 他要节约钱 他连咖啡他都不点 自己带个水杯 去揭开水喝 这星巴克他也不感人 不会因为你没有点东西 把你赶走 所以说啊 他们在这个星巴克 就像在办公室一样 打开电脑 有的是在投简历啊 有的是在跟人联系 有的是在看网络小说 玩游戏等等 什么都有 然后他们掐着点 到了下班时间 他们就离开星巴克 要么坐车 要么走回家 到家肯定跟平常啊 下班到家的时间是一样的 然后这一天就结束了 这个人生如戏啊 全靠野 有的是演给自己看 有的是演给家里人看 实际上他失业了 关于这个失业之后啊 假装上班这个事业 我在二十多年前 我就深有感触 那个时候不是在网上看到的 是一部电视剧 我估计有很多北京人 都看过这个电视剧 其他地方看没看过 我不太清楚啊 在北京还挺火的 叫贫嘴张大明的幸福生活 那个主人公啊 就是后来演敌人节的 那个人名字叫什么 我不知道 忘了 演员呢 演那个敌人节 老是元芳啊 怎么看的 就那个 他演的那个张大明啊 他好像是两代人 挤在一个十几平米的 一个小房子里面 北京的那个胡同啊 四个月 然后这个张大明 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下岗了 但是他也不想让家里人知道 让家里人担心 所以他每天呢 就早上准点出门 然后呢 把他中午吃的饭给带上 就像上班一样 然后背个包 他去哪呢 他就去公园 找个凳子坐在那发带 中午呢 把喝饭一吃 下午到点 回家 假装在上班 那个电视 我看了之后 很受感触啊 因为那个时候 我正是在上班 正是蒸蒸日上 处在这个 事业的上升期啊 我从工作到现在 我大概换了六七份 或者七八份工作吧 二十多年了 我没有被裁过 但是我失业过 我跟这个文章里面的啊 这些中年男人 所描述的不太一样 我第一份工作啊 是一个国企啊 我辞职 不打算干了 我就跟家里人说 那家里人 大家应该想象得到 那全是反对的 他们不希望我辞职 但是他们也没办法 因为他管不了 后来几份工作啊 我都是辞职 我就干脆不告诉家里 因为你一告诉家里吧 他肯定反对 我觉得 那你不是自逃没去吗 你要告诉他干什么呢 就是家里的这个父母啊 或者是亲戚 所以一般我辞职啊 工作上的事 我也不跟他们说 而且我也不准他们打听 因为说了他也不明白 不明白 他就会想这个想那个 他就会操心 关键是他操心 又不管用 纯粹是多一个人 多一份烦恼 不过我呢 就没有这种 说拎着电脑 跑到星巴克去 或者跑到公园去 假装上班 这么个经历 我朋友有过 他有一段时间 大概就十几年前 失业了 当时啊 他岳父啊 住在他们家 他也不好意思 跟岳父说 他被裁着了 失业了 然后天天在家待着 你说两人 大眼瞪小眼 他觉得会 让人瞧不起 所以啊 他就是假装上班 拎个电脑 跑到网吧去 或者是跑到什么 星巴克 一直坐到下班 他这一段时间 一直坚持到 他后来找到工作 时间还挺长 现在这个经济形势不太好 各行各业都内卷 都在裁人 公司首先已经干不下去了 这个大家可能看新闻都知道 房地产一下少了二十万个岗位啊 这个是可以统计的 没有发统计的可能还更多 就不在统计之列 你说外贸 这外贸一下行 影响两亿人 互联网在裁员 一轮一轮的裁 手机行业也不行 这裁的人去哪了呢 导致啊 这个晚业车的已经满了 很多地方 晚业车这个车证都不发了 运营证啊 不给发了 送外卖的也满了 很多地方外卖员 他也不接受了 如果这个外贸员呢 无序扩张 导致大家都吃不饱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失业只会迟到 不会缺席 失业可能是个常态 这里面尤其是中年人失业 这个中年人失业啊 就像那个老房子着火 没得救 他跟年轻人不一样 他跟那干毕业的不一样 这个年轻的 干毕业的 这些人他可塑性强 而且他们这个转弯啊 自己调整也快 中年人呢 因为种种原因 很难再调整自己 适应新的形式 或者调整起来 这个压力 这个困难就大 中年人再就业 也非常难 所以你看啊 过了三日五岁 马农 再找工作都找不到了 还有很多这个岗位啊 对中年人本来就不友好 到了中年 人家本来就不招了 中年人的选择余地也少 岗位也少 很多地方招人 四十以下 四十以下不要 这个也不能怪企业啊 有时候我在想啊 我是企业的话 我也不要中年人 就是同等的啊 就是这个事情 一个四十多岁的人 还有一个大学 干毕业两年的人 大概一都能干 那我肯定要 这个大学干毕业的 除非这个事情说 非得需要这种老手 经验丰富的 没有办法 这个年轻人搞不定 那没办法 只能招这个中年人 但这种事情很少 这种岗位也少 说来说去啊 就是大部分人 从事的工作 可替代性都非常强 反过来说就是 离了谁都能赚 换个人说不定 比你干的还好 那我选人 我肯定选个年轻的 第一个年轻的成本要低啊 第二个年轻的 他可塑性要强一点 第三个呢 你这公司的架构 你这下面 有的老板自己就很年轻 才三十岁 你说他下面招个四十多的 他驾驭不了啊 所以说啊 这个就业市场 对中年人不友好 这是现实 这没办法的事 你说改 怎么改 从客观上说啊 如果你有十几年的工作经历 然后你跟那个 有两年的工作经历 这样的人 拿的工资一样 这作为中年人 他也接受不了 总得高一点吧 我想大家对这个 可能比较理解 但是往往这些中年人 是最不能失业的 因为他善也老 下也小 还有房贷也还 跟那个干毕业的不一样 跟年轻人不一样 年轻人反正一个人吃饱 全家不饿 可能他也没买房 也没有还按揭的压力 很多人已经放弃买房了 无所谓了 反而更轻松 也没孩子 但是中年人压力最大 还有老人呢 每个月的刚性支出啊 都是非常高的 这样的人 一失业 确实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 但是我想啊 不管怎么说 既然失业了 那你就得调整心态 去积极面对 对没有失业的人来说啊 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玩命的饱饭啊 饱这个工作机会 不要意气融事 你要感谢你的老板 这个企业居然还能运转 还没倒 指不定你们老板 背负着多大的责任呢 咬牙挺住了 老板一旦这个企业破产 或者企业经营不下去 他那个情况比职工还要惨 职工无非就是没有工作 东山再起也很容易 找到一份工作就行了 老板一旦陷入困境 很难再爬起来 所以如果你有份工作 还得要心层善恋 要感谢老板 把工作要保住 对失业的人来说 把心态调整好 千万不要还有什么面子 不能让家里人知道 该说就得说 这个社会啊 大家压力都很大 没有必要什么的自己扛 如果家里人都不能接受你失业了 那这个家还有什么意义呢 失业了就是失业了 也不是天塌下来 没必要说假装去上班 那也挺累啊 假如你失业了啊 如果你身体不好 这些年老是加班 把身体熬干了 那你正好趁这个时间呢 好好调理调理 边调理边找工作 能找到最好 找不到先休息休息 叫失之东瑜 收之三欲 塞翁是马 焉之祸福 如果你说身体挺好的 我也坐不住 闲不了又缺钱 我非得找工作 那你就去找工作 但是也可能找不到 你还调整心态 中年人啊 你有的时候自降生价 你也找不到 你本来在阿里 年薪可能是一百万 你说我现在只要五十万 我告诉你 你五十万都不一定有人要 刚才已经说过了 这个就业市场 对中年人不是很友好 尤其现在经济下行的时候 谁花那么的钱 去请一个 又不是离不开的人 就有很多人啊 尤其中年人 还是要正确的认识自己 什么叫正确认识自己啊 第一个 不要网子斐驳 就是很多人呢 一旦被裁了之后 对自己打击非常大 觉得自己啊 啥也不是 怎么别人没裁就裁我呢 说明我还是不行 这个就是属于自己啊 POA自己 一味的否定自己 这个也是不对的 人总会走这个低谷啊 走被子 不代表你啥都不是 虽然你现在好像是啥都不是 啥都不会嘛 那是低谷的时候 你看不清自己 所以没必要完全全国否定自己 然后呢 人这个顺风顺水的时候 走上坡路的时候 高速发展的时候 这人又容易飘 失去自我 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傲视群雄啊 挫拔平台能力 单证自己的能力 这两种都要不得 要正确的认识自己 你可能找不到工作 对吧 你说我愿意两万一个月 很多企业都不敢要 这个就业市场就是这样的 非常操断 就是他会问你 你在阿里多少钱一个月啊 或者年薪多少 你肯定实话实说啊 你不实话实说 人家也知道 说一百二十万一年 你现在跑到这家企业 你说你要四十万一年 你愿意要四十万人家都不敢 为什么呢 他就觉得你看上一家是一百二十万 你现在一下降到三分之一 四十万 指不定你这个是怎么想的呢 你有可能把这当作一个过渡 干几天可能找到一份更好的 你就跑了 企业他会这么想 所以他也可能不要你 总之啊 对这个中年人不太就好 所以说啊 如果你急如找工作 要解决眼家户口的事情 如果找个一个月 两个月找不到 立马要想着改行 晚一车开起来 要么就是送外卖 要么就是找点别的事情 就是能来现金流的 甚至摆地摊 甚至学们手艺 甚至啊 把自己的这个专业知识 你干了十年工作嘛 你肯定有一些心得 把这个怎么样 把它变现 来点试点 你只能改变自己啊 适应新的形式 归根结底啊 就是中年人 应该坦然接受这个现状 尽量改变 所以啊 就没有必要去扎堆星巴克 自己欺骗自己 自己给自己营造一种假象 你有时间在星巴克待着 不如去做点历所能及的事情 改变自己 除了出钱 什么都可以尝试 低成本创业也可以啊 或者叫无成本创业 这还不算让人沮丧的 更加让人沮丧的是什么呢 是有网友说啊 说这些失业的中年人 他们的孩子 恐怕要么在考大学 要么就是已经考上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们毕业以后啊 可能面临和他们父母啊 一起坐在星巴克 纳凉的困境 这个才让人感觉到没有希望 这个就是咱们说的 你看今天正好高考 现在这些参加高考的孩子 摩拳擦掌 想考个好大学 但是他们还想不到 说考上了一个好大学 很高兴 自己的愿望实现了 但是呢 实际上就是失望又开始了 因为你不管上什么大学 大概率一毕业 就面临着失业 即便你能找一份工作 那个工作十一八九 也不是你喜欢的 这样的人上个十年班 他也变成中年人 马上就面临着中年人的危机 马上就可能像他的父亲母亲一样 拎着个包啊 带着电脑去星巴克 假装上班 最近晚上也有一个帖子 说的就是 一对父子俩送外卖 是说啊 这个父亲啊 北漂 在北京打拼了几十年 省吃俭用的 供自己的儿子考上大学 儿子上了大学之后 现在上班 然后也失业了 找不到工作 然后呢 被迫啊 迫入生计啊 也去送外卖 结果儿子 结合父亲俩成了同事 网友就说了 要这么说的话 那这个父亲多亏啊 打拼了几十年 花了多少钱呢 把自己的儿子 培养成大学生 结果还是送外卖 那这个父亲 还不如把钱攒下来 盖个房子 或者买套房 儿子就 九龄这医务教育嘛 毕业完了之后 就直接送外卖 说不定现在 媳妇都取上了 孙子都抱上了 这么辛苦送外卖 图什么呢 钱送给谁了呢 最后儿子 名义上是上了大学 实际上还是送外卖 这就是咱们说的 今天在高考 这些考生四年以后 面临着就是失业 实际上要不了四年啊 一般呢 好像上了大学之后 大二就开始讨论 去留了 有的人要考研 有的人要出国 有的人就想着找工作 烦恼啊就来了 欢乐是短暂的 考上大学那种喜悦之情啊 大概只能保证一年 到一年半 从大二开始 就各自做打算了 最近晚上不有新闻吗 这些校召的大学生 马上就离开校门了 有的人可能已经离开了 结果校召的这些企业 出现这个解聘潮 企业都干不下去了 有互联网公司 有游戏公司 有新闻员汽车公司 他们也没想到市场变得这么快 他们原以为啊 这个疫情放开以后 行情会好 因为校召嘛 这一届校召肯定是去年年底 在校园这招的 没想到啊 今年这个经济形势 比去年还要差 所以只有解聘了 就业难 现在是越来越严重 所以对这些参加高考的人来说 如果他知道未来三年 五年 他就要面临着失业 那如果他考的不好 他可能就没那么失望 考的好的 暂时快乐一下 昨天节目里面 咱们已经介绍过 如果你是或者孩子 发挥市场 那么没考好 可以选择复读 再来一次 但如果说他考的 跟平常差不多 那就没必要复读了 该上什么学校 上什么学校 反正以后出来都差不多 这个大学教育 这么多年扩招之后 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叫积累 我觉得至少对家长来说 对考生来说 是个积累 就是你不考吧 又不行 你说你高中毕业 好像就失去了一些机会 就好像很多事情跟你没关系了 你连参与的机会都没了 但是你考上大学了吧 你发现还是失望 虽然很多事情你有机会参与 但还是跟你没关系 因为每年1200万大学生毕业 北京的啊 明年研究生比本科生要多 什么概念 这本科的文凭根本就不值钱 贬值了 没有又不行 关于有个本科文凭 啥也解决不了 卷的你只能去考研 再这么发展下去 可能是博士生啊 比研究生还多 这个研究生和博士啊 可能就成了这个 毕业生的蓄水池 反正你找不到工作 都去考研 考博士 20年前啊 或者30年前 高考可以说是 改变命运的一次机会 那个时候要考上了 还真是实现这个 某种程度上啊 圈层的一个叫提升吧 我们那个时候参加高考的时候 老师说了一句话 来鼓励学生啊 就是说啊 以后你是穿草鞋 还是穿皮鞋 就看这次考试 考得好了以后就穿皮鞋 考得不好以后就穿草鞋 就是农民干活 但是30年以后啊 现在呢 不管你考得好考得不好 面临的都是失业 那作为现在的高考的学生 未来怎么办呢 我是建议啊 你考上大学了 那大学这四年 不能浪费 本专业的东西要好好学 你还得学一些 实用的技能 要充实自己 因为过四年啊 你就会感觉到卷 内卷了 如果你掌握的这个 技能比较多 叫技多不压身嘛 如果你技能比较多 你的能力比较强 那你在这个内卷中 你就能渗出 如果你是混四年 拿个文凭 那恐怕就要失望 因为文凭不值钱呢 所以说你要上了大学之后 如果有机会 多实践 再聊聊高考 我记得每年高考 有两大看点 或者叫两大 叫炒作的地方 一个就是准考证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每年高考啊 都有学生忘了准考证 然后就是好人好事 交紧接力 全程护送 去取准考证 然后送到学生那儿 送到考场 这样的事情每年都有 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 我还没看 最好不要有了 这种再有就没意思了 这二三十年里面 基本上每次高考 第一天一定是报这个 好人好事 为什么是现在说不应该有了呢 以前啊 是因为技术手段 你得带个证 如果证没了 忘了带 你进不了考场 但现在不需要了 现在人脸识别 多先进啊 早就应用了 所以说应该推广 这个人脸识别 我不知道现在高考 是不是人脸识别啊 应该推广 就是那个证啊 纸质的证 只能当做一个补充 刷脸进考场 不都是刷脸进车站吗 刷脸进小区啊 所以刷脸进考场 不是什么难事 那这样的话 以后这种交警 帮助区域中考证这种桥段呢 恐怕就不会再出现了 第二个呢 就是高考作文 每年都要吵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好吵的 老是讨论这个高考作文 给人感觉啊 好像就是一群人呐 侥幸赌对了 或者侥幸闯光成功 然后开始回头 看着后面的人 心灾落后 看你们能不能过来 就有这么一个心态 所以对这个高考作文啊 包括高考题目 品头论足的 一种过来人的眼光 来审视这些高考的孩子 所以热衷讨论这个什么 高考作文题 还好像写 显得自己很厉害 你在考场之外 写的再好都没用 你得在考场里面 身临其境 在那个状态下 还能把它写得好 这才叫水平 恐怕我觉得 接下来两天啊 这个关于高考的作文题啊 高考的作文 又要占据这个热搜板呢 好歹都占个两天三天呢 然后高考一百分 就满分作文 高考零分作文 还得炒作一下 最后再说一下这个失业吧 中年人失业 归根结底啊 是要调整心态 没有过不去的坎 央视都说了 脱下长伤 这个话没错 事已至此啊 已经到这地步了 就没什么好藏着掖着 脱下长伤 该干啥干啥 扛个两年三年 这个日子就过去了 这个文章啊 这个帖子的最后啊 它是这么说的 如其在这个所谓的空窗期 逃避现实 倍感焦虑 不如尝试着让自己停下来 去学习 去感受 去探索 更多的可能 毕竟 但危机成为一种事实时 我们能做的只有储备力量 然后跑得更远 虽然有辜鸡汤味 但是理就是这么个理 好 这期节目啊 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